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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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看啊 放手 给我打 别打了 别打了 上你以后我多管些事 走 我多管些事 我到家了 滚 我们分手吧 为什么 我要走了 我在这里生活了十九年 吃不饱 穿得不好 还要天天挨打 再这样下去我早晚会被打死的 我摇手摇脚 我可以找到工作养活自己 我不怕苦也不怕累 只要能离开这个地方我再也不回来了 我给你起走 我会一直陪着你 我会努力给你更好的生活 根本没有什么同甘共苦 没有钱你只会越来越恨我 过好你的人生 别来热恨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衣 好久不见 没路咯 我听说你们出了车祸 又明到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 出了这么大的事 怎么都不联系我呢 林总 我只是出来散散心 散心散到这儿来了 故地重有啊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第一呢 你留下 东西留下 还有一干 你们两个一起留下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别着急走啊 亏我这么信任汪佑了 他居然摆我一刀 你信他 你信他你派人追我们于死地 别死别死吧 现在扯平了 我只知道 我不会让证据落在你手里 放开我 你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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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往哪里抱 我老实点 不行 别过去 好了 到地方了 既然你们都来了 那就都别走了 你说你们为什么要逼我呢 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 我自作自受 我是没有退路了 夏拉还在家里等着我 我还没有看到我没出生的孩子 我怎么能让你们带着秘密下船呢 那你的家就是家 别人的家就不是家嘛 我当时真是瞎了眼才会引狼入室 别跟他废话 他就是拖延时间 已经来不及了 为什么呢 你消失掉不就好了吗 你为什么就是不能消失呢 杀了他们 得嘞 女生 别吃 不能吃 把幼盘拿来 幼盘我不会给你的 就是他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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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盘呢 他就把幼盘拿来 把幼盘拿来 找死吧你 羽生 放 等一下 看他们能撑到什么时候 羽 羽生 羽生 你撑住 你抓住我 还真是狼狈呀 你不得好死 羽生 羽生 你要坚持住 你和其他人不一样 你可以的 羽生 不要 对不起 对不起 礼拜天快到了 我没办法 余生 是你也逼我的 老大 老大 把地上那个也丢下去 明白 沈总 我来借个水果刀 切西瓜 别老盯着别人桌子上的东西 见好就收学不会啊 沈总 江南营业这次是很有诚意的 我只希望您能放江南营业一条生路 你还知道过来求我放你一条生路 不服气是不是 倒还要吗 谢谢沈总 行了 晚安 对了 把夏拉给我叫过来 我这剑算得要死 站着过来把我按 沈总 我要东西送你 你 deposi 警告 警告 准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姐 我醒了 李宗呢 我们正想问你呢 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 到底发生什么了 我把余生弄丢了 子晴 你别着急 我先安排打了队去找 找什么找啊 现在只能报警了 报什么警 现在不能报警 为什么 难道任由凌智逍遥法外吗 我们手上一点证据都没有 你报警也无拘一事 我们有人证啊 这么多人都知道事情的真相 我就不信一人一口唾沫淹不死他 我跟你说 越是到这种时候越不能慌张 你们出去 好 自己 您消息会儿 进 林总 最近好久不见啊 忙什么呢 也没什么 忙一些私事 快看看 这是郭栋刚刚跟我签署的 长期合作一项书 恭喜林总 恭喜我什么呀 我们是同系 不久之后 你也是上市公司的股东 林总 这什么意思 没什么 我想去国外检修 来 来 怎么了 快看 这是我们的小宝贝 是不是跟你睡觉的时候一模一样 真像做梦一样 我们居然都要当爸爸妈妈了 来 坐这儿 小心点 要不 我们离开这里吧 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重新开始 不必了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那安心让他们呢 别担心 没有人再来影响我们了 宝贝 停下来吧 别再越闲越深了 我想过天 可是他们不让我 我告诉我自己 不管我用什么的方式 什么样的手段 我都不能说 你看 我做到了 有消息了吗 打了罪在这边海鱼找了三遍了 目前还没有消息 灰灰已经被鲨鱼 你别乱说好不好 你别给你姐听见了 这还被捅了一刀肯定没血啊 你这段时间呢 就不要在你姐面前提余生了 好吧 你说 我姐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那呢 季凡一 季凡一 我刚发现李星仪 没事 她还有呼吸 但是我没看见余生跟自己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没有 我刚刚去了趟码头 我听说邻居已经走了 走了 游艇里她就跟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你醒了 我姐呢 她在哪儿呢 我当时被打烟了 之后什么都不记得了 可游艇回来了 他们还没有回来 会不会 找 好 我去叫打狼队 但是 天明 这件事等你接好点再问她吧 知道了 好可疼和大家愉快 好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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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稍等一下 来 来 给我喝一个 来 来 来 我觉得下一步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产业了 是 尽管能跟他相同一个人的 好 自产自行 以后你能买一个地方 来 来 我最近看到一个特别棒的本子 我们这个全都给您报吧 不错呀 我们来说我们的产业 有没有什么产业 你们先坐一下 我去处理点事情 好 好嘞 您忙您忙 去忙吧 把客人照顾好 子欣 子欣 喂 您姐呢 我买早餐去了 我姐在家呀 不在呀 我在这儿呢 不可能啊 那她能去哪儿啊 你姐这两天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U盘里的视频 我刚修复到一半 她就让我发过去了 视频 她要视频干嘛 她要视频干嘛呀 而且视频不完整 不能当程序的 不好 你还真的是阴魂不散 东西呢 扔了一盘还有一盘 就像你的仇人一样 只会一个接着一个出现 一个接一个的出现 我就一个接一个的毁掉 你既然有证据在手 怎么不直接报警啊 有些事情 我要当面问清楚 有些事情 还是不要知道得太清楚 我要知道 当年你来我家当家教 让我爱上你 是你早就计划好的是吗 你早就寄予我安家的家产了 是吗 怕我录音 你现在应该害怕的是 你再不好好说实话 这些视频 就会马上传到警察的邮箱里去 你体会过人的无动吗 下来 在乎我的初恋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就是我养的一条宠物 他图我有钱 我图到年轻漂亮 你亲我月怎么了 还起我来了呢 你当年不是因为看上我有钱 才跟我结婚的吗 你跟其他女人有什么区别 赶紧收拾一下 别出去给我丢人现眼 立刻马上消失 你别看他平时总是骄纵任性 可是他受过的委屈 比你们谁都要多 我一定要帮得摆脱圣战 所以你就能倾通我的家产 把我害的家伙人亡 一切都已经发生了 我们谁都回不了头了 你也成了李子欣 再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你一点都不会愧疚吗 在深夜梦回的时候 你不会想到我爸爸 我奶奶 还有曾经的安心儿吗 伤债余生 你不害怕吗 你到底要怎样 八郎 居然 怎么了 他人呢 我打他电话一直都不接 他说他出几趟也不用我跟着 我这右眼皮一直在跳 心里特别不安 他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不能吧 我再给打一个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要关机了呢 出去找我赶紧的 你们干吗 您好 关于王永明先生和李心仪女士的交通事故 我们想请你回去协助调查 带走 怎么回事啊 郎出什么事了 你们搞清楚了没得抓人 姐 好好的 阿王 阿王 你杀了商战 本来以为计划天衣无缝 可没想到夏拉把我推进了海里 我和于生因此捡到了商战的手机 查到了真相 诶 馨儿 你到底想说什么 现在你去自首吧 疯子 你以为我派阿郎去助理王永明 又把一树推到海里 是为了什么 灵芝 你以为你这样做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了吗 你只是越陷越深而已 而且 而且你本来就应该在海里 不是吗 你不要再痴心妄想了 现在去自首还来得及 夏拉怀孕了 你作为父亲 难道不在乎孩子以后怎么看待你吗 什么 你威胁我 你能不能不要把别人想得这么坏 站住 你去自首 承认杀害商战和余生 夏拉推我下海的事情 我可以保证不会说出去 如果我不愿意呢 那我就只能报警了 失去自首的机会 将来是要影响你定罪量刑的 安心儿 你真的要对我感激杀绝 我 子欣啊 和我们之间没有必要这样子 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给你 以前 我最爱的人都走了 余生也没了 你觉得这个世界还有我想要的东西吗 我只要你认罪伏法 子欣 放过我也放过你自己 林志 我们之间的仇恨 只能靠这一种方法解决 你只剩一分钟了 好 我答应你 恳请你 把手机给我 你 耍我 比起你的那些伎俩 我又算什么呀 哎 你听 正义或许会迟到 但是 永远不会有缺席 既然如此 再多一条人命又如何 余生 我来陪你了 我来陪我 他去哪儿 走 我来陪我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希望双方 子欣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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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帆一 我接手机 快看 找 那儿呢 那儿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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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也见不到他 你又干什么 借拉 林智 你叫我啊 救命 凌智 救我啊 救命 中文字幕提供 芷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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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许 许许 真的是你啊 果然来了天堂就能见到你了 傻瓜 你现在在世上吧 我怎么舍得多下你一个人去天堂了 我怎么舍得多下你 夏娜 你可算回来了 夏娜 我们走 快 你还回来了 我们去哪儿啊 去哪儿都行 行别管这么多了 我找你人也找不到 打电话也找不到 我还好也被警察带走了 我没有怎么办啊 没关系 我们两个人还在一起 我们去到哪儿都可以重新开始 跟我走 连先生 过一双战一案 我们找到了新的证据 还请你跟我们回局里洗入标筹 不是他的 那不是他 你们肯定告诉我了 不是的 我还要去哪儿的 小小姐 作为当事人 你也跟我们回居立下吗 来 来 请休息 我真没事 你看这不是好好的吗 你还是快点告诉我 你到底是怎么回来的 是余娇 余娇 我没有想到 她居然又偷偷跑回来了 而且还救了我 还把我的能量金还给我 能量金 那你是不是 是 她特批了我的身份 我以后可以一直留在这里 真的 嗯 那她回来那个积帆一知道吗 不知道 她不让我跟积帆一说 她说她是偷偷跑回来的 但是其实积帆一挺挺有害怕 余娇也是啊 不过我觉得 她是怕见到金帆一之后又舍不得吧 知道 那她现在在哪儿 在厉泰村 她说她过一天就好 对了 我已经让天敏把优盘交给警察了 警察现在应该已经看到 灵芝把你推下悬崖的视频了 估计现在已经找上灵芝了 她 真的 他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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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